心疼沉沦了 因为他经历的太多了 他又要经历兄弟之间的质问 及隐瞒 同时又要经历处赢的质问 又不能说出来 其实在生活中 在恋爱里面也会 多多少少有一些善意的谎言 所以你们在恋爱里面 有对对方说过一些善意的谎言吗 我觉得一定会有吧 只要身为人类一定都会说出 各种善意的谎言 比如说 说你觉得我现在有胖吗 就觉得 没有 可是大家说很胖 不会 一豪你觉得我黑吗 不黑 我分不清这是真是假 你真的不黑 你真不黑 你跟我比你黑吗 你也不黑 你也不黑 我黑 你不黑 你干嘛 敬你 敬你 你也要喝我的 其实我觉得善意的谎言 它主要的就是让对方开心 让自己也开心 而不是真正的伤害到对方 它的本质是好的 而不是坏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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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别的时刻到来 好 一位男生将结束这趟旅行 到我和顺宇决胜夫的时刻 我也希望跟顺宇平等的竞争 现在要做抉择的是女生 一直三个人其实还挺容易造成伤害的 这个不是翠儿呢 不会吧 翠儿走了 我和新进女嘉宾 三个人的关系要结束了